湖北武汉出现一些怪异现象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很多人似乎都没有发现 也没有准备好 现在有很多人分批离开湖北武汉 然后大部分都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不管武汉是这样 像广东广州有100万人分批离开 主要是因为那边的工厂比较多 还是因为受到工价和工资的影响 所以很多人待不住了 熬不住了 分批离开当地的城市 现在很多年轻人热衷于回到三四线城市去发展 以前在我们三四线城市农村老家县城 根本看不到什么年轻人 现在回农村 前段时间我就开车回去了 一抓一大把 年轻人他们也没有游手好闲 而是在县城里面找一份工作 他觉得说实话 他在县城里面能拿个五千四千 当在像广东广州 惠州那边的工厂 拿个三千多万元公司 根本就微不足道 有的人甚至有房贷车贷 结了婚 还有小孩老婆的化妆品 都是开支 在那边交往五险一斤 基本上就没什么钱了 房贷车贷根本就还不起 还不如回到自己三四线城市 房子不用租房子了 生活开支更低了 田里面还可以租年地 搞搞副业 收入就算提高了 我感觉现在以前都是往城市去发展 现在往农村县城 三四县城去发展了 武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离开 主要武汉还是有很多外来人口 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 也算是准一线城市 但在武汉周边也有很多工厂 像很多开发区 那边就有很多工厂 但工资呢 也是慢慢的在变低 这跟大环境有关系 主要我分析一下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觉得说的对的 点个赞 说的不对的 欢迎在评论区 说说你不同的看法 那看到这里的话 先点个赞吧 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啊 就是我更新最大动力 首先呢 你没发现没有 我在这个街道上面 能够看到很多摆地摊的人 往年从来没看到这样的景象 现在真的是很多人 宁愿跑去送外卖 也不愿意进工厂打螺丝 更不愿意去写词楼里面 按部就班的 拿着那个工资 然后很多人愿意激进起来 再包括现在很多人 宁愿去摆地摊 也不愿意去开门做大生意 好像更加的保守了 也有很多人更加激进了 这种现象真的太仿常了 我就这样说吧 在这个湖北武汉这边呢 摆地摊的夜市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比前几年刚开始流行 地摊经济的时候 人还要多 反而我身边好多朋友 都开始懂得开源节流了 以前他们消费 每个月基本上都是月光族 我身边的年龄段的朋友 大部分是在25岁到45岁之间 以前他们都是月光族 有的人是因为家庭开支大 小孩要奶粉 老婆要化妆品 丈母娘那边父母还要医药钱 但现在他们都懂得开源节流了 能省则省 除了抗病就医上面 人的身体健康方面 不会去节约 在吃啊住啊穿行方面都节约了 所以导致市场上面的需求变少了 那导致的工厂订单也就变少了 所以就会有这么多的人 分批离开武汉也好 分批离开广州也好 主要还是因为工厂的工资低了 回到自己的农村城市发展 一个可以乡村振兴 发展自己的家乡 为家乡贡献GDP 也能带动当地的一个发展 同时呢生活成本更小一点 特别是很多人愿意 回农村去搞养殖 种田种地都比上班强 这种现象 你说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你们继续呢